大家好,今天我們就去到另一個新的課題 就叫電腦系統 先講講今天的目標 我們今天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我們要認識電腦上的結構 大家留意,我們首先會先集中在場面電腦 即是我們經常講的desktop 我們先集中在場面電腦 另外第二個項目,我們會去看到 究竟中央處理器有什麼功能 中央處理器即是我們經常講的CPU CPU 那我們就去 看看吧 好,這就是其實 這就是我們常用的電腦,不過當然 你們現在應該不會用這個螢幕 可能你們現在用的,我們叫做LCD 我們會這樣寫,LCD 電視器 我們稍後會有些 topic 說多一點點這個 item 現在就不去說了 當然,每部電腦必定要有的 鍵盤,滑鼠 記得現在我們在說的是這類型的桌面電腦 當然你可以跟我說,我的平板沒有滑鼠 沒有鍵盤,這就是我們後話 現在我們全部在說的是一些桌面電腦 OK 好了 而我們有這些 螢幕,鍵盤,滑鼠 甚至乎可能你們會駁到打印機 譬如打印機 打印機 或者可能你會播 很多很多其他東西的,譬如是 Webcam 可能你看直播,或者你直播的時候要用 我們這個 網絡照相機 也是我們全部這些 駁下去 網絡照相機 我們全部這些駁下去電腦的 主機的,駁下去主機的 無論 monitor 鍵盤,鍵盤等等,全部都是駁在電腦的 而在外圍上面的 我們叫這些做周邊設備 周邊設備 好了 這個大家就要記住了,即是說不是在電腦裏 在主機裏面 而放在旁邊的,我們就叫周邊設備 周邊設備 OK 好了 當然了 在電腦裏我們會看到有 整大部的 叫做主機 千萬不要叫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Hard Disk 英文也不是叫做Hard Disk Hard Disk是在說裡面有儲存的裝置 另外我們 開始小結 磁碟機你們應該不會再看到 已經退了 你們聽過的名字有個磁碟機就算了 反而就是光碟機 光碟機有時有機會有 一些電腦為了節省位等等 都沒有光碟機 因為我用了USD 這個就是我們基本的電腦構造 而我們今天集中在看一部主機 是一部主機 好了 如果你拆開一部主機的時候 你就必定會見到這一塊東西 我們就叫做 主機 板 英文 其實就是 什麼來的呢 就是 讓我們可以接駁 譬如說 裝置 一些設備 一些設備 周邊的設備 和我們 那個 最重要的 中央處理器 CPU 去怎樣連接著 好了 但是我們稍後再講 這個 我們現在先看一塊主機板 每一塊主機板一定有些東西的 第一個 處理器的插槽 什麼是處理器? 其實就是中央處理器 CPU的插槽 就是說 這個位置就是擺CPU的 另外 我們會見到 可能是四條 可能是兩條 可能是六條 我們叫做 記憶體插槽 即是我們的 當然記憶體不僅只有RAM 不過我們這裡來講 就叫RAM RAM 不一定是DDR2 DDR2是那個制式 現在去到DDR3、4左右 所以 Anyway 怎樣都好 我們的主機板 一定是讓我們可以插到 CPU 以及 記憶體的 另外 你就會見到有些叫PCI插槽 以及 有一些叫PCIe的插槽 這些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因為本身每一部電腦是有自己的限制 所以如果我們想電腦更強或者更多功能的話 我們就會用這些叫擴充槽 擴充槽 擴充槽 譬如舉個例子 PCIe 一般來說 就會是 插我們的 顯示卡 顯示卡 好了 而其他例如PCI插槽 現在少用了 以前可能會插 LAN卡 即我們上網那張卡 等等 或者聲效卡等等 但是現在呢 我們的擴充槽的功能 除非你玩到很頂尖的電腦 如果不是其實呢 它的功能就少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功能 我們都變成 我們叫做英文叫on board 即是說 塊板裏面已經有這個功能 譬如 顯示卡 上網 等等等等 或者聲效卡 這三樣呢 以前的電腦是需要加 加進這些擴充槽裏的 有張卡插進去擴充槽裏 但是呢 現在呢 基本上我們on board 全部放在這塊板裏 基本上就不需要去到額外加 但當然留意 因為on board的關係呢 一定是效能是沒有那麼高的 記住喔 on board的效能呢 是有限的 不會和我買一張卡就差很遠了 OK 這裏就是我們的底板 當然還有一些插電位 有一些叫做南橋晶片、北橋晶片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就是插硬碟機的 硬碟機的 那你見到其實全部的塊板 就是 給我們插一些 零件或者插一些其他的 擴充板 這樣而已 好了,這就是主機板 好,接著呢 我們看看下一個 當然了,首先我們讓大家看看WAM WAM有不同的袋子 DDR2、DDR3、DDR4 留意 譬如你 你家裏有DDR3的記憶體 你又不想花錢買那些記憶體 那你就麻煩 買主機板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著是不是DDR3 RAM 如果不是的話 你基本上就無所用了 你買了廢板回來 將RAM插不下去了 而RAM的單位 叫做GB 當然我們稍後會再說一些 但大概你知道叫GB 一般來說現在你們是8GB起 有些同學可能去到16GB 32GB現在都不是太誇張的 那是RAM 遲些說有什麼用 但你起碼記得我的樣子 我有一條長條型的 有些晶片在這裏 有不同的DDR3、DDR4、DDR2的代號 主要的代號當然 你是用缺口來辨認 但其實不單止缺口有很多分別 然後就是這個顯示卡 顯示卡你看到這麼大張 這整個都不是顯示卡 這整個我們叫做散熱線 以前買的顯示卡是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運算能力不是很高 所以不會產生很大的熱量 但是現在的顯示卡很多時候 如果不是on board 不是本身第幣版有的話 自己買一般來說都會加起碼一把風扇 或者簡單一點可能有散熱線 原因就是 它那個運算 它要幫忙計算數 計算圖像的數 所以它其實都會有熱的 電腦一熱就死了 不是死的,就會慢的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會這樣處理 你看到 譬如說 將顯示卡裏面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插槽 讓我去駁個螢光幕 顯示器 OK 主要來說 顯示卡有兩個功用 第一個 幫手吧,大佬 現在很多數計 現在協助 CPU 去運算 有關 圖像的 譬如3D圖 AR等等 那些 好了 第二個功能就是 讓到電腦可以 連接 顯示器 大家記住這件事 可以連接顯示器 OK 這個就是顯示卡 好了 接著就 CPU 你看到有CPU這麼大塊 這麼厲害的 Sorry 這個你看到的 也是 散熱的 線 散熱線來的 OK 幫助CPU減熱 OK 當然這是其中一款,還有很多不同的款 CPU的真身是怎樣呢?其實CPU這代應該是暫時最新的 也不是最新的,即是不是太舊的 的CPU 你覺得其實 一顆CPU就是 而這塊鐵板也不是CPU來的,只是貨可以讓你散熱好一點 其實這個電腦板才是CPU 負責計算很多不同的數字 現在我們來說,CPU有兩個大牌子 其實也 第一個 Intel 就是這個牌子 第二個 AMD 這裡就 大家先有個概念 有這些東西 好了 然後 那到底CPU剛才說了幾樣東西 譬如說有底板 底板有Display Card 有RAM 有CPU 基本上有這三樣東西 你的手機就能開到 當然有些麥克風 鍵盤 但其實究竟 剛才顯示卡就說用來駁電腦 可以顯示到東西,幫手計算 RAM暫時不說,先當一個儲存裝置 那究竟中央處是要做什麼呢 大家看回這幅圖 這幅圖大家本書裡面都有 其實中央處理器最重要是做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計算 計算 對 所有東西 打機 用Word等等 全部都是 會變成一些計算出來的 然後中央處理來做 第二樣東西 控制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我在麥克風按A鍵 究竟為何顯示器會出到A字呢 其實這些都要透過中央處理去做一點點事 那你見到 所有東西都會經過中央處理器先 例如無論任何的輸入設備 你的網絡,即我們叫wagcam,網絡照相機 鍵盤,滑鼠 都首先會經過CPU先 然後你真的想顯示器出來 都是經過CPU去說的 或者 我想儲存東西 譬如儲存些東西在硬碟 都是 透過CPU 你不可以直接在鍵盤上按A字 然後直接去這裏 是不行的 一定是透過CPU 而反過來 我儲存些東西想拿出來 你不要就這樣說,我就這樣拿出來 然後放在螢幕上看 在顯示器上看 不好意思,也不行 你必須要透過CPU 所以CPU有兩大主要的功能 第一件事就是計數 第二件事就是控制 好了 主要這裏我期望大家就有個基本的概念 第一件事,你知道 原來整部電腦分了一些周邊設備的 什麼叫周邊設備 然後 你就知道 原來主機裏面有底板 底板有最重要的幾件事 RAM,插RAM的地方 插CPU的地方 插Hardisk的地方 這幾件事很重要的 而有部份現在是因為我們on board 本身在底板裏面 所以譬如顯示卡 音效卡等等 你現在看不到 另外看見RAM RAM的樣子 最重要是知道它的規格 不能亂放 另外顯示卡的樣子 以及中央處理器的樣子 大概有個概念 最後你要知道中央處理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所有東西都要經過去的 不可以直接去 不可以說我輸入 就這樣按A鍵 然後在螢幕上出 不可以的 一定要經過CPU 所以CPU是很重要的 留待下一堂我們就會再詳細一點說 究竟CPU裏面的構造 今天就這麼多了 拜拜 拜拜